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节语2》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372节 欺瞒这种事情啊一定要有个极限 现在你爹知道了无关大局 要是到了你爹真正着急的时候 你再说 云叶干笑两声不言语了 李泰也扯着嗓子跟着干笑 被云叶推了一把 你现在啊就是一个书呆子 不明白我为什么发笑 你跟着瞎笑什么呀 笑得像猫头鹰似 哎谁说我不懂 等我爹等着急了再说 那那虽然功劳大一些 但是一定会引起我爹的不高兴啊 不管告诉他事情真相的是谁 那将来都会倒霉的 这事啊就是我娘都不愿意干 哼说的太好了 不过这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一直认为陛下就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万事民主 没想到从他儿子嘴里得知陛下还有小肚鸡肠的一面呢 真是见面不如文明啊 什么 朕是天底下最大的奴隶贩子 云叶 朕要把你碎尸万段 两仪殿里传出李二疯狂的咆哮声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皇后操持的生意居然是贩卖人口 这是一种很古老的生意 从原始人就有了阶级意识 就有了这种生意 他和皮肉交易 杀手买卖 几乎并称为世上最古老的三种生意 只是难听了一些 李二知道长安城里忽然多了很多的高利币 新罗币 那以为是大唐的威名让这些外国女人不远万里的来长安谋生 没想到这里边还有皇后在大力推动 陛下 这可就想差了 奴隶的买卖可是切身自己从那几个小子手里要过来的 我哥哥还有成家 秦家 差点为了这门生意打破头了 您不知道啊 大唐这些年在您的操持下国力蒸蒸日上 听说商税已经占到全部赋税的一半 只要商税再多一些 您就可以轻摇薄负 给天底下的农户捡一些担子 让天下人都尝尝盛世的好滋味 可是商人多了 种地的人却不能减少啊 所以啊 都在打周边这些国家的主意 您征伐高昌 还有薛烟驼大胜而还 为什么那些将领宁愿抢着要战俘 也不要那些金银珠贝呢 原因就是家里的作坊里没人了 关中人不愿意经商 作坊里就找不到劳动力 贩卖大唐子民会被您砍头 所以只好贩卖别的国家的人了 切身是在为春天就要到来的大批羊毛储备劳力呢 只要女子 到时候草原上的羊毛一样的堆在长安 您怎么办呢 没人手 总不能切身带着工尾里的人去亲自上吧 自古以来 大草原就是祸害中原的罪魁祸首 您是一代英主 且万手段让那些蛮子服服帖帖的 可是您的子孙不能每一代都是英主 到时候就要靠利益 把他们牢牢的拴在咱家的马车上 有了外敌 他们上 有了灾难 他们挡 这样我们才肯给他一碗饱饭吃 所以呀 切身这才不要脸面的揽下了这种杀千刀的买卖 再说 这种买卖只有在切身的羽翼下 那些高丽 新罗来的女人才不会太悲惨 您看看您的手下 除了切身 还能找到一个善良人吗 云叶是善良 可是这小子对大唐子民没得说 但是您看看 他在岭南的举动就知道 这小子就不算是一个好人 听说他把人盯在木架子上 摆满了一个海岛 听完长孙的话 李二就觉得心里舒坦多了 自己做这件事 纯粹是为了做善事 程晓洁 长孙无忌 秦琼 这些人都是沙场上 沾满血的人 确实算不得善良 云叶把人盯在木架子上的事情 今后就不要再说了 敢擅自进入我大唐领地的军队 这样做 都是轻的 如果被阵遇到 他们的下场会凄惨一百倍 所以这件事没什么错 只有功 没有过 就算有人要说 让他来和朕说 长孙咬断手里的丝线 把一件柔软的长袍 披在李二的身上 蹲下身 扯了扯下摆 再往后走两步 拍着手说 您穿上这件紧袍 真是合身极了 城前送进宫里五十匹棉布 说用来做外袍 既暖和又轻巧 有了它 您就不必穿那些厚重的皮球 的确是好东西 怎么这些好东西 大唐就没有呢 您是天子 好好的向老天问问 为什么把土豆 玉米 棉花这些好东西 都给了蛮子 咱们这些好人 想要棉花 那就需要打仗才行 长孙的俏皮话 惹得李二开怀大笑 伸手抓过来长孙的手 拖着就往外走 回头还笑着说 咱们也过个好年 因为他们编排了歌舞 听说光是宫灯 就用了三百盏 这就好好的去欣赏一下 今晚我们 不醉不归 西童就醒了 大着舌头 要求云叶 给他准备 三匹最快的马 他要一路不停的 跑回河北 第十九房小妾 掐指头算算 也快要生了 不敢耽搁 云家的马 除了旺财 自然随他使用 除了一大包奶糖 四个金刻子 其余什么都不要 穿着云叶的熊皮大肠 一溜烟的 就没了人影 今天是初二 是闺女回门的日子 姑姑又挺着大肚子 回来了 云叶不满的 看了一眼离石 离石难得的老脸一红 低着头喝茶 姑姑则在云叶的胳膊上 重重的拧了一把 衣娘也回来了 一进门 就把头上的租粹 撸了个干净 换回闺女的打扮 拖着大压 就去了自己以前的绣楼 这房子一直空着 云家本来人就少 房子大 干脆啊 把嫁出去的闺女的房间 依照原样给她留着 这样回门的时候 也有个好念想 润娘回家就哭啊 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暴怒的云叶 揪住秦老二就要施暴 被云娘赶紧拉开 一个劲的说 自己没受委屈 只是想家想的厉害 哼 每天一大早 就要去给爹爹大母请安 这也倒没什么 但是还要给大哥大嫂请安 然后就是 二娘 三娘 四娘 最后才是亲娘 我贪睡了一阵子 晚了些 二娘就说我没规矩 还说咱家没教好我 是缺少了家教 大娘嫌她多嘴 抄了她一记耳光 她就要跳井 说是被小被欺负 还说她头上的手势 还没有我头上的一件值钱 我给她簪子 还被她给扔了 听完润娘的哭诉 再看看低头不语的秦老二 云叶说 华英 这是你家的事 我不会管 润娘确实是我疏于管教了 过完年 我会向老爷子道歉 秦华英正红了脸 连连白手 给云叶行了个大礼才说 大哥 这不怪润娘 润娘在云府 是被当成大家闺秀养的 虽然只是表亲 但是和大鸭 他们的待遇 那都是一样的 在家里就没受过委屈 是小弟没用 在家里不受重视 二娘只是见小弟娶妻 娶得比三弟好 妒忌心发作而已 过几天就会好的 云叶点点头说 你这样看很好 你也在书院学习了三年了 我看也该到地方上 或者是军舞里历练一下 水军不要 想入军舞 你看又微味如何呀 考核过后 我会给玉池老爷子打招呼 你没有资格享受蒙蔽 只有按照条例担任宣洁校尉 这已是正八品上的官职 算是特例了 你看如何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秦怀英高兴的 才站起来准备致谢 却见润娘拽着云叶的胳膊说 大哥 怀英是书院的高才生 想要入军舞 到哪里都会是宣洁校尉 小妹 想让怀英到您麾下的水军里 跟着船也就是了 不想让他上战场 云叶笑着不言语 秦怀英对润娘说 不要再烦大哥了 今又微卫已是很难得了 去水军里做什么 让大哥难做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我去又微卫 驻扎在洛阳 侯叔叔 玉池叔叔都在 亏不了我 你也去洛阳 我们在那里安家 听说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 润娘又开心起来 拉着秦怀英 就去了自己的闺房 只有老奶奶 看了润娘一眼 不作声 似乎很不高兴的样子 奶奶 大户人家的规矩 就是多了些 人多 事情也多 没必要争一时之长短 避开就是了 去洛阳自己安家 我能帮一把 就帮一把 怀英也是个人才 到了哪里都会露头 润娘的性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从小就这样 没心没肺的 见俩人走远了 云叶小声的 劝慰奶奶 不要生气 这一个两个的 都来麻烦你 奶奶担心 会给你带来的影响不好 你才是家里的顶梁柱 不能折损在这些小事上 其他的几个丫头 能帮就帮 不能帮的 他们就认命 穷日子都熬过来了 就不信富贵日子 也没法过了 云叶掺着老奶奶来到门房 门房里已经有好几个老婆婆 老爷爷坐在那里喝茶 奶奶的身子骨脆弱了好多 佛堂这段时间也很少去了 倒是喜欢上和这些老人们 坐在一起喝茶聊天 有时候云叶也会礼貌性的坐陪一会儿 听他们天南海北的呼吹 说说庄子上的趣事 有谱没谱的 总是说的极为热闹 离时在云叶的书房 翻看他画的好些个王八 不时的呢 拿起一张点点头 表示满意 他一直都没弄清楚 云叶为什么只单攻王八这一条路呢 两个月没见他画了 这画王八的记忆 真是越发的精湛了 以前云叶呢 就跟他说过 有人一辈子专门画老虎 有人画龙 有人画驴子 有人画虾 至于画牛的 那都上不了台面 自己决定啊 专攻画王八 到时候给人家伸出拇指夸赞 云猴的王八画 真是一绝呀 请讳赐下官一幅王八图如何呀 大笔一挥 一只活灵活现的王八 跃然以纸上 看起来憨态可惧 寓意也吉祥 是馈赠亲友不可多得的礼物 他总觉得云叶说这话的神态很奇怪 似乎有点嘲讽 又有点小人得志的感觉 可是在大唐 送人王八的 的确是长寿俘虏的象征 没什么不妥当的 就是皇帝也送的 翻看到一张带着诗句的王八图 他才似乎有了一点心得 只见尚书 沙滩一躺三年半 今日浪打 我翻身 大格局底下才有大变迁 连续三年的丰收 给了大唐王朝无比的底气 王权也在这一时刻变得强大无比 周围的邻居们战战兢兢的 向天可汗表示臣服 无数的商骨 蜂拥出大唐边赛 开始了第二轮的侵略 辉煌的万民宫 今夜彻底点亮了 矗立在龙首园上 光明无比 那是天上的宫殿 长安市民把枝头寒嘴里看得如痴如醉 漂亮吧 万民宫的气料还是俺刷上去的呢 你们只能看到一个轮廓 俺可是架在吊架子上 看了个仔细啊 嘿嘿嘿 大殿里铺的 那都是木头 金黄金黄的 就和金子一般模样 周围老三 拿着砂石是一点一点的打磨 弄得比他老婆画眉毛还细呢 哎 你吹什么呀 俺爷爷今晚就在这里边和陛下共饮呢 听说来的宾客啊 年纪啊 总共要凑够一万岁 说是要祝贺大唐万年 哎 胡说八道 怎么那么巧就凑够一万岁啊 不知道那就不要胡咧咧 滚眼点 不要妨碍老子看夜景 哎 我听说要是不够一万岁 就找一位熏贵当天堂 啊 凑够一万岁 有什么困难的 咱大唐的熏贵比狗头多 找个合适的 那太容易了 云夜坐在马车里听着外面的市民的喧闹声 脸黑的像锅底 没错 他就是那个天头 凑不够一万岁 自己被礼部官员临时喊过来凑数 说什么工业们呢 都岁数太大 侯夜里呢 只有您合适 就差二十岁 简直是天造地设出来的 今晚云家在进行游园活动 云家的花园对庄子的庄户开放 里边挂满了灯笼 灯笼上有谜语 猜中了谜语就能把灯笼拿走 只是花园门口挂着一个云夜亲自写的牌子 书院学生与狗不得进入 昨晚是对学生开放的 结果呢 花园里的灯笼被拿得一枝不生了 黑乎乎的宛如鬼玉 那些对云家用红绸子蒙皮的灯笼呢 垂涎三尺的学子准备今晚再来一次来个大早当 谁料想人家不许了 听着花园里的小童子抓耳挠塞的猜谜语 急得心急如焚的 蠢货呀 刘邦孝刘备哭 这个谜语还用得着猜吗 项羽死了刘邦孝 关羽死了刘备哭 羽死 这合起来不就是个翠子吗 不知道是谁家的傻蛋 居然能猜成玲珑的铃子 王令是谁啊 跳着脚在花园外面嚷嚷 连云家漂亮的丫鬟都没心情多看两眼 尽管那些丫鬟呢 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一个胖小子趾高气昂的 挑着一盏灯笼出了花园 把灯笼往坐在女圈堆里混吃喝的母亲手里一塞 在妇人们的赞扬声里又冲进花园 准备把云家的灯笼都拿走 书院的学子看着上面简单的数字题直拍脑门 揪着看守花园的护卫说 我要进去 云家还讲不讲理了 昨日我们的灯笼上写的那全都是贵色难懂的句子 要么是西法迪亚老师都没讲过的算术题 怎么今天都变成了这些脚趾头都能算出来的东西呀 被揪着胸口的护卫也不生气 笑呵呵的说 嘿嘿嘿嘿 您们都是读过大叔的秀才工 出的题目这当然要难一些 今日来的都是些装户和小娃娃 那出的题自然要简单了 就是出的难题 你们不也把俺家的灯笼全拿跑了吗 家里黑乎乎的过了半夜 您看 韩家小娘子在对您忽上眼睛呢 您不去判谈两句啊 俺家的丫鬟呢 可都是清清白白的人家出来的 看您的日子过得也不甚宽裕 哎如果娶了韩家小娘子啊 他老子的陪嫁就会让您持用不尽了 学子们这才好像看到了那些端着茶点 浓妆艳抹的女子 一时间兴趣大增 知道云家的家风 那些丫鬟呢 一定都是好女子 经过太后夫人调教过的侍女 可比普通人家的闺女强的可不是一心半点啊 再说了 有礼敬洪福的朱玉在前 学子们对于这样的风流运势极为向往 如果弄回家一个做老婆 好像也挺不错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